记者翁玉皇新北报道,滥用塑胶影响环境,艺人颓制员受邀担任新北市不速之客代言人,并且分享无痕饮食观念。 环境保护局将于5月26日至7月26日,在树林星人花园夜市举办自北环保餐具那夜市,就能几点抽奖。 环保局长刘和然希望市民朋友一同参与随手做环保,共享不速生活。 刘和然说,塑胶垃圾泛滥造成生态浩劫,新北市持续推动源头渐量,这次邀请推制员担任代言人,也请台大跟羽芽社团同学推动无痕饮食观念。 台大同学分享在校园推动心得台大学生相语心说,无痕饮食首先要选择提供环保板块的店家内容,若店家使用免洗餐具或有需要外带时,请尽量做到减少外包装,不拿塑胶或纸袋,并自备提袋或将食物拿在手上。 重复使用逛夜市也能只用一种容器及餐具吃完夜市,自北环保容器及餐具也是积极方法。 刘和然说,继用和月华夜市之后,树林星人夜市也成为新北的不速夜市。 所有攀位改用环保餐具或使用可分解产品,并设置三处公共洗涤区,方便不速之和清洗餐具。 5月26日至7月26日,凡民众自备餐具到新人夜市友善店家消费,或是在新北不速之客打卡点拍照打卡,集点即可参加抽奖。 主办单位还在6月16日在传统市场永和永安市场,以及6月30日在新人花园夜市举办两场购物挑战赛。 不使用塑胶产品及一次性用品情况下完成现场的购物指令,就由奖品客拿。